住家监视器拍下门口一辆黑色照车靠近 副驾驶坐下了一名男子 动手把请勿停车的告示牌射掉 让驾驶可以顺利到车入库 仅好动作熟练直接下车 却是停在别人家 屋主强调这不是骑楼是私有地 却被不知哪里来的游客霸占停车 停了一个多小时要走还乱丢垃圾 随手一抛拍拍屁股走人 真当自己家连垃圾都乱丢 却因为没有围墙可能不构成侵入住宅罪 离谱行为造成无主困扰或者脸皮停车 让人傻眼